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旭甲旭心畏戊虚 这个八字他是一个南密 他在提问他的财运如何 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天干为甲木克物 他的地支则是旭土 贵土 所以你假如这样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的这个八字 其实财心就是这两个甲木都还不错 然而他现在进入的是丁丑大运 进入丁丑大运 他的这个八字的排列组合 就出现了一个变化 就会变成是甲木克物土 申丁火克星金 他的地支旭土三个 卫土还有丑土 所以从这边你就会突然的发现到 他怎么变成是日主受克的这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本来他的八字是没有日主受克的 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八字他就会让这个人原本从财运上应该算是不错的 结果整个往下滑 而他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他上一柱的大运是丙 那在丙来讲 他的财运就没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进入到丁 他的财运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甲木生丙火生戊土 戊土可以来生新金 所以丙火跟丁火 他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排列主符 这也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的情况 我不是走火很好吗 那为什么我突然变成丁火了 就不行了 因为每一个字的作用力 他是不一样的 并不是每一个字 每一个五行都是一样的 假如这样的话干嘛还要区分丙丁火 而只要用个火就好啦 那现在的八字就变成是 木土木土金土土土 这样就好了 还要写这些字干嘛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一件事 所有的字都有他自己的功用 而不是都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看到木 甲木乙木都一样 没有那一回事 简单的讲 甲木甲己合 乙木乙庚合 能合的字就不一样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